首先 我要感謝梁發行人和金周刊團隊 舉辦這場多元面向的論壇 政府從 2016 年開始推動能源轉型 發展再生能源 讓我們在全球發展綠能 減少碳排的路上 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但要面對 2050 的淨零挑戰 應該在四大轉型的路徑上 讓國家持續來前進 第一 能源轉型要繼續 除了成熟的再生能源 以及蒸氣減煤的路徑要加強 新的能源 包括氫能 前瞻綠能 更要進一步研究和發展 第二 產業轉型要加速 出口導向的台灣產業 要全力展開製程改善 能源轉換以及循環經濟的努力 我們要讓公司部門 一起投入資源 因應新的經貿情勢 第三 生活轉型要啟動 不管是時 衣 住 行 等等 生活的每一個面向都要開始改變 工友建築要走向地產 運輸工具也要面對靜靈轉型的變革 最後 則是社會轉型而公正 2050 靜靈轉型對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會帶來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 做好社會溝通 確保公民的參與 公正轉型 同樣是我們重要的目標 國防會正持續地會整各部會的規劃 將在3月底公布 台灣2050 靜靈排放的總說明 我要告訴大家 這不是提供一個標準答案 而是要拋出一個靜靈轉型的對華基礎 啟動下一個階段的社會對華 除了政府的資源 民間跟產業的能量也一起要加入 政府和產業要合作 產業之間將採取先大後小 以大代小的模式 由指標大企業帶領 共同減緩轉型過程中可能帶來的衝擊 也要把握甚至創造新的靜靈商機 2050 靜靈轉型是整個國家的總動員 必須一起來完成的目標 我要期許大家 抱持著引領未來的雄心壯志 讓靜靈轉型成為台灣發展新的動能 最後 我要祝福今天的論壇圓滿順利 謝謝大家